幼稚圈 幼稚圈 這個星期呢 我們依然要拿真空機來搞事 不過咧 我們今天並不是要來亂抽什麼東西 各位還記得 我之前在開箱這台真空機的那台影片裡面 曾經有說過 我當初買這台真空機 其實是要來進行一個黃標企劃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進行 8月的黃標企劃啦 嘿 各位看標題應該就已經知道了 沒錯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真空泡 那聽到泡這個字呢 大家應該就會聯想到我之前做的一些其他影片 什麼酒精泡啊 空氣泡啊 因為原理喔 大部分都是利用 空氣瞬間的膨脹 把那個炮彈這樣子推出去 但是呢 我們這次的這個真空泡 卻有真空兩個字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把空氣抽走 咧 這樣聽起來原理是不是有點矛盾了呢 欸 其實不會喔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真空泡的實驗 說到底也還是利用 氣體把炮彈推出去 但是呢 我們產生這個氣體的方式 咧 就跟之前不太一樣啦 那具體來說到底是哪裡不一樣呢 好 我們就一邊做一邊講解給你們聽吧 那首先呢 我們要來製作這個裝置 這次的這個裝置 不需要這個壓克力箱 那順道一提喔 就是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這一組機器多少錢 然後我在這邊告訴你們 這一組呢 我在錄片上面買喔 總共九千多 但是 這台機器 就只要兩千多 哈哈 沒錯 你們剛才看到我收下去那個壓克力箱 比這台機器還要貴了三倍 哈哈 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壓克力這麼貴 那小傑跟我說這很正常 總之呢 我們這次的實驗 不需要剛剛那個箱子 然後這個蓋子也不需要 我們把它拆掉 接下來呢 我們要拿這種紙屑袋喔 把這邊稍微這樣鏟一下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需要相當的氣密喔 畢竟是要抽真空嘛 接著呢 找一個這種透明的UPVC三通管 上面這邊那個 用那種廣口瓶啊 燒平的那種塞子啊 中間打一個洞 塞著 塞上去了之後呢 這邊 把它這樣子轉進去 轉緊了之後呢 再拿一支這種UPVC管啊 直接把它從前面這邊 給它塞進去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作為彈藥的乒乓球啊 從這邊這樣子放進去 然後咧 好 關鍵來了 我們要拿這種寬的膠帶啊 把這個管子的前面跟後面呢 都給它稍微密封一下 好 前頭都封住了之後呢 下一個步驟啊 我們要確保整支水管啊 是非常非常水平的 到時候這樣子乒乓球 在 它怎麼在外面 乒乓球 在裡面這樣子跑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確保它是完全暢中的 不然像現在你看這邊 這樣子有一點點弧度喔 它這樣衝到中間就會被卡住 所以呢我們要確保這整支水管 是完全直的 好好吃 好 這麼一來 發射的準備就設置完成啦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立刻來準備實驗囉 OK 那我們立刻再來開始抽氣吧 好 抽氣的期間呢 我順便把這個 帶起來啊 喔 喔 很強耶 很強耶 你看那個前後膠帶 那啵啵啵啵啵的聲音 OK 我們打到連接值了 那麼現在呢 這根管子裡面 已經是接近真空的了 也就是說呢 我只要把這邊 吐爆大量的空氣 就會從這邊這樣子 灌進去喔 這麼一來這邊的這個乒乓球 就會被這麼大的氣壓這樣子 把他牽涉出去啦 好 那我們立刻再來抽吧 來3 2 1 FIRE FIRE 啊 不知道什麼事 啊 我們前面這邊黏太緊了 欸 這樣子有點尷尬耶 前面不能黏那麼密 但是又要密到它可以維持真空 哇你看這邊 整個氣這樣子 噗 這樣灌進去 喔好嗨喔 這邊是可以連兩層 那邊可能連一層 唉唷 不 你又有奇怪的味道 那我們就是 來測試一下喔 前面那邊是連一層 而且不要把它壓緊 然後後面這邊我們一樣有一層 就是兩層 第二次試射準備完成 抽氣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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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東西衝出去了 前面那個爆了 蛤 所以一層膠帶不夠厚 兩層膠帶又太厚 不然 試著看看前面一樣用兩層 但是我們用短一點 不要讓它在旁邊這樣子整個包住 我看網路上其他人做的 還有外國Youtuber 跟節目做的那種真空號 都很簡單的樣子啊 根本就沒有這麼多美感啊 所以喔 真的是 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做了才知道 來喔 抽氣 喔 還少講話 來來 nice nice 水啦 OK CALL 我們這次把前面那邊再加住了一次 然後呢 這一次 我不要關這台機器了好不好 我看它好像差不多到-0.8的時候 這邊我就直接插下去啟動了好不好 3 2 1 比較好拿 那剛剛呢 我想了一下喔 這次應該是因為 這個 因為 它這個戳下去的洞太大 所以呢 它就在那邊 屎樓風 沒有那種整個這樣子灌進去的感覺 所以我這次想要改用這種小的 要戳一個小小的洞 要戳一個小小的洞 一樣大的氣壓 但是這次進去的點 只有一個小洞 所以呢 它就整個這樣子 把它撐開 抽氣 2 3 2 1 出去了 但是 還沒有人破 剛剛確認完了之後呢 這次失敗的原因 應該不是因為膠帶的問題 你們看這邊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很深的痕跡喔 之前都還沒有這個痕跡 所以我猜這次應該是它 這邊收到氣壓之後呢 往前衝的時候 撞到這個坎 然後撞到這個坎了之後呢 它上面又黏了一些後面來的膠帶殘骸 然後在裡面 直接剪住 以至於到管子中間還沒有打到底喔 它就 就沒底了 我現在要先來想個法子 解決它會撞到裡面的這個溫度 然後 就像這樣子 在前面這邊呢 點一些熱熔膠喔 這樣子 我們的乒乓球 從前面這樣子 裝進來的時候 應該就會在這邊卡住 YES 這樣子它就不會被吸到那個管子裡面去 然後被膠帶黏住 然後又卡到那個管子的邊邊啦 好 那我們就把它 打起來 OK 有沒有 它這邊卡住了 這樣它等一下就不會撞到了 來 一樣喔 抽到底的時候我直接把它戳爆喔 3 2 1 FIRE FIRE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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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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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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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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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測試一次 OK 這次絕對可以成功啦 當然要用這個螺絲急搓有點難搓 我這次換用美工刀 來 準備321 開抽 哇 這次現在打得超高耶 來 準備喔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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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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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6 6 7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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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 冰棒球直接死亡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子彈的殘骸 它應該是可以這樣子重組起來的 也就是說呢 它這裡可以想像它經過了一個非常高速的撞擊 那這個撞擊有可能是在這邊 也有可能 是在這邊 欸?它有一個移椅 我剛發現的 對 這麼怕威力太強了吧 欸我忽然很好奇就是 這麼高的速度出去喔 它時速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拿個測速器來測一下 OK 我們立刻就來看一下 這個出去的時速到底有多高吧 來,準備,抽氣 OK,我們這次一樣讓氣壓 到達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OK囉,準備喔 3 2 1 好麻糬喔 好麻糬喔 你直接大聲的啦 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時速到底多少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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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秒速77公尺啊兄弟 秒速77公尺是什麼概念 來,我稍微換算一下 秒速77公尺也就是 時速277.2公里 這個速度大概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台灣高鐵營運的最高時速是300公里 這個乒乓球幾乎就是要追上高鐵的速度 哈哈哈哈 太誇張了 欸,世界第一的選手打乒乓球扣殺的那個速度是多少啊 我查一下 我這邊查到的乒乓球時速的世界紀錄是 116公里 不直接翻倍以上 好,雖然說這個277公里 在所有球類的時速當中 並不算是最高的 因為我看羽球扣殺的時速好像可以到達將近時速500公里 但是我覺得我們製掉這個紀錄也非常恐怖了吧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是這樣子 我本來是想說 就是測完時速之後要簡單拿個幾個東西來打一打 但是我沒有想到前面製作的部分居然失敗這麼多次 好啦,那正如我之前一直說的 就是這種利用空氣動力把東西射出去的那個實驗 一般通常在YouTube都是黃標的 所以呢,這個實驗其實我也是大概快到一年前我就想做了 但是一直都是因為怕黃標所以不敢做 要不是有我們可愛的尊貴的付費訂閱會員們啊 這個實驗絕對是石沉大海的 所以呢,在這個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還是要對於我們的付費會員們呢 致上最高的敬意 要不是有你們這些付費會員啊 我真的是很多影片都沒有辦法拍了 頻道上面的其他普通訂閱者們 大概也沒有這麼精彩的影片可以看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謝你們 那麼這些付費會員們贊助的這些錢呢 我也沒有白花喔 我們都是花在這個整個工作室的設備啊 還有提升那個影片的品質上 像是今天拍完影片的之後呢 我忽然就興起了一個想要買高速攝影機的念頭 你們懂的 就是那種每秒可以到達上萬鈴格的那種攝影機 但是那個攝影機實在是不便宜啊 一台動輒數十萬甚至都破百萬 那個真的是還需要再存錢一陣子喔 所以呢,如果各位想要以實際的行動支持我們這個頻道 看到我們產出更優質的影片的話呢 你也可以點底下置頂根的連結去瞭解一下 有沒有什麼方案是比較適合你的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影片的話也可以點讚分享光光 那如果想看其他類型的影片 像是我的遊戲啊 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去我的胡子Live 胡子Games 還有我的Instagram看一下喔 好啦,那這樣啦 我是胡子,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